每天吃一瓜 封闭姐八八八 来说一下大瓜吧 近期狗子哥和他的假孝姐老婆各种营销 炒作恩爱夫妻类型的话题 很多不知情的玩友们都在夸夸夸 认为他俩确实甜 愿意吃下这颗糖 喝了这个CP 但讲真 这一切都是表象罢了 娱乐圈就没有几对真正恩爱的夫妻 狗子哥和假孝姐也一样 当年假孝姐和狗子哥恋爱期间 狗子哥在剧组玩了一些小酒酒 和宫斗剧中的苦丫鬟 从剧中夫妻发展到了精神出轨 爱上对方的地步 苦丫鬟差点上位 而假孝姐这边呢 他那边为了捞资源 曾跪舔过油腻老大叔 也就是胡秀波 两人多次在公开场合眉来眼去搞暧昧 录制某档节目期间 两人甚至背着工作人员做饭 结果声音太大太刺激了 被录了下来 后期工作人员剪辑的时候 才发现了这个大瓜 这件事圈内不少人都知道 至于两人后来复合 主要是假孝姐被油腻老大叔甩了 他就又回去向狗子哥求和 并且迅速怀孕 这才劝退了苦丫鬟 他和狗子哥也终于破镜重圆 可可棒棒走到了结婚这一步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